大家好,我是Cat 今年的DSC就快到了 想起我当年考DSC是第一届 2012年是9年前 哇,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这次我打算拍挑战 我做我当年2012年考的数学卷 当时我的数学是4 不算低,不算好,中规中矩 反正做到后面越来越多问题 很不懂答 Cast paper 我在网上找回来的 当然我不会做完整份试卷 因为如果真的做完的话 我怕我做了7年都没回答 为什么? 啊,这个是香港DSC就知道了 是学生的 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 我们学习一旦你的问题 试试一下,试试一下 有自信吗?学习有自信吗? 如果学习一旦不 那你把你拿到哪里? 那我记得不记得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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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看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 我都不懂 你已经8年了,我已经10年了 嗯 你比较努力,你比较努力 你为什么会变成功呢? 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吗? 答案是吗? 嗯 嗯 这个 这什么? 什么? 我还记得不错 还记得不错 还记得不错 我还记得不错 我还记得不错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都不懂 你们100%如果过了10年都一定会忘记 我还记得不错 你还记得不错 什么? 这个答案是很难以浪 你不要看我 你为什么要一直看我 你为什么要看我 你为什么要看他 因为我从常来看我 我一直看我看的 你在看我永维俩看我 那我还在看我 你是不是看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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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做 做得好 最好 C C punы C då? C正? 嗯 Otod C OK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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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D 我认识 怎么会知道? 这不是很简单 这算是简单 一 这算是简单 最简单 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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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是简单 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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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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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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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三票 我做了一份的時候我絕對沒有答案 十問答案 四個答案 四個答案 我 但你這兩張照片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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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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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用的APP 叫做Snap Us 它是一個全天候24小時 每天都營運 包括中小學全科的一站式學習平台 在裡面你可以發問 看影片 連練習也有 剛剛問問題 很快就有答案 基本上 30秒之內 這個APP就會幫你配到一個導師 或者你選擇你自己喜歡的導師 而Snap Us 其實他們的數理科是比較強的 不過幸好就是 基本上 對方其實不會知道我的年紀 所以 不是說很語的嗎 就是 這麼大的人 都問了這麼簡單的問題 其實講解得超清楚 它一步一步告訴你 究竟是怎麼解釋這條問題 裡面的導師 全部都有質素保證 他們全部都有考過DSE 教的科都有五星以上 而他們的評分透明度也很高 那就可以看回之前學生的評分去決定 這個老師究竟合不合自己 還有以前上學 其實很少問老師問題 因為一來又怕醜 又不想上課舉手 然後二來下課去問他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去問 但如果問自己的朋友 又不是提提都會答 所以用這個APP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面對面問 只是拍照錄音打字 完全不用看到對方 然後對方又不會看到自己 所以就不會怕尷尬 也不需要害羞 就是他的形式 類似好像是聊天APP 你可以問到名為止 是沒有限時的 那新用戶 其實只要下載APP 註冊 填你的基本個人資料 介紹朋友 就可以有很多的免費提問的機會 又或者你可以選付費計劃 最簡單的就是 880元一個月 你可以問100條問題 回到我們那時候 2012年的DSE 是第一屆 經常自稱自己為白老鼠 那白老鼠最慘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PASS PAPER 那時候C的PASS PAPER 覆蓋的範圍又不夠 但是A級的PASS PAPER 又太難 根本是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的出題方向 究竟是怎樣 那時候我們讀通識的時候 也有一個挺搞笑的地方 不知道其他學校 是不是都是這樣 譬如說我用半板紙 寫完一條題目 誰知旁邊的那位同學 竟然舉手要加紙 後面那排的那位同學 有加紙 那時候我們就經常笑 通識科其實是心理戰 如果有人舉手加紙 代表他寫很多 就會令一些不加紙的同學 很大壓力 當然我們也知道 不是寫得越多越長 就是代表越好 但是那時候 我會把字寫得大隻 有間隔 距離遠一點 那時候就好像寫了很多字 來安慰自己 另外我的選修科 是讀Bio econ 和BFS 這三科其實對我來說 都有一些深刻的人像 econ 現在這一刻為止 當然是九成九都忘記了 但是呢 我覺得我到我九十歲入棺材 我都永遠一定會記得三個 term Demand Supply 和 Opportunity Cost 就算我有老人癡癌症 我都一定不會忘記 還有考Econ的時候 我很怕自己忘記戴間鎖 因為他有很多圖要畫的 然後我又會有一些完美主義者 我又不想畫到尾尾尾尺 一定要用間鎖 畫到直一直 然後另外BFS 是一科令人很絕望的一科 特別是當你做到最後那個位置 是平衡不了數的話 你會覺得那個天好像就是塌下來 因為做最後的步驟 其實基本上你剩下的時間不多 還要你平衡不了數字的話 你就要從頭到尾 看一次哪個位置你計錯 還有那時候我對BFS 真的完全零興趣 再加上讀完七科的話 我覺得自己有點辛苦 所以我最後在FORM5的時候 就占了BFS BIO是三科裡面唯一 一科最有興趣 我記得我那時候 又去書局買一本很小的 好像手掌那麼小的精讀書 那時候其實都很流行買這些書 可以課是上學放學的時間 小小半一半可以拿來看 特別是我讀完Genetics之後 我覺得人體的DNA真的很曖昧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BFS是最有趣 升學的時候 都是選擇BFS方面的東西來當 以前的溫習方式 和現在最大不同 我覺得就是網絡發達很多 即是現在在網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教學影片 然後有很多試題可以免費做 那我剛剛所說的SnapAsk 他除了問功課的服務之外 他重新推出了一個DSE網上精讀課程 那麼很多的主修和選修科都有齊 那麼進去 其實很多影片都可以讓你試看 試看完了 適合自己才再買 一科就是380元 兩科就是580元 所以無論你是想補4還是追5 都一定會適合你 你還可以再根據自己的進度 開回來隨時無限重溫 那課堂會送你筆記 教你重點技巧 以及幫你清理概念 還有它會提供不同的題目給你練習 幫你避開一些重複位 所以是一個考試之前 最後衝刺的精讀資選 那現在只要輸入KAT30 這個優惠碼買 精讀網上課程 就會幫你減30元 那這個app 除了我剛剛所說的精讀班 它還提供這個月費形式的網上補習班 那如果有興趣 記得要去下面的info boss 那裡看詳情 入大學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也不是你人生唯一一件事 只要盡力去考DSE就行了 那我之前考完DSE 所有科目都是全4 就算進不了大學 我都不覺得我人生是失敗的 就是我都覺得我現在生活得很開心很舒服 那當然如果你是一個一定要有Degree才安心的人 絕對都有很多渠道去駁回大學 反而我對於中學最後悔的事 不是考不到進大學 而是我中三的時候 我沒有選到視覺藝術來讀 不過DW轉轉最後 我也是選了創了Youtube片來做的職業 所以其實Journal的事 很多事都說不了 盡力去做好這一刻自己要做的事就可以 那我相信很多人的路 其實都不是一帆風順 反而多些波折才會令自己長大得這麼快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 SHARE 和FOLLOW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